在場各位來賓 剛好環境部施文貞市長 專業經濟部專業市長也到場 在場也有學界的代表 產業界的代表 還有NGO代表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這個議題 應該是大家都非常的重視 因為從台灣面對這個C-Bank 然後我們在氣候變遷運法裡面修法要增收 要建立這個判定家的架構 其實大家的意見都非常的踴躍 我們今天主辦這個會議的一個功能 是希望能夠促進大家的對話 我們知道環境部在去年底 花了非常多時間跟產業界溝通 今年初再跟NGO溝通 上個禮拜跟學界溝通 從我們大選的立場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平台 讓大家在今天能夠共進一堂 提出不同的意見 這些意見斟酌 讓行政部門能夠帶回去 做一個討論跟一個材料 我想這是促進國通的一個重要 我想台灣社會是一個理性的社會 大家不用動輒再向過去一樣 要上街頭 因為這個攸關到我們的永續的發展 產業的轉型 也攸關到環境的韌性 社會跟經濟的韌性 所以我們再看一個制度 一個是它的整體性 制度的整體性 然後它的動態性 在整體性跟動態性裡面 我們怎麼來進行一個調和 尤其是在動態性上面 大家認為是說可能是需要有一些緩衝的時間 但是從整體性來講 國際的這個判定價的壓力 西北的壓力 CCA的壓力 都越來越的強 所以我們到底還有沒有時間 有這樣一個緩衝的壓力 那緩衝的設計要怎麼去 我想都是今天大家會討論的重點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行政部門的官員 那也謝謝學界還有我們NGO還有產業界的代表 我想我們今天應該會 希望下午有一個很豐碩的討論 那我們也會叮叮主持人 因為今天場次蠻長的 所以請每一位發言人 不好意思就是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發言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可能就按照時間 這個 我還是說明一下 就是報告人就是十分鐘 那雨談人就六分鐘 那報告人前兩分鐘 我們就會開始按鈴 按鈴 然後時間到按鈴兩次 然後每超過一分鐘按鈴一次 雨談人就六分鐘 那就我們會請主持人好好地 來掌握這個時間 謝謝各位